来关心这个进入秋天的天气形态 北部的感受最为明显 而气象局表示 风面带来比较凉的空气还有水气 北部的高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了 低温也会滑落两三度 而9月1号 9月2号受到风面的影响 将会为台湾带来比较大的雨量 像是中部以北 东北部 东部地区 将转为短暂正雨的天气 而这波风面预计停留两天 而到礼拜三温度虽然会回升 但是感觉还是会比今天要来得凉爽 好 再来